公斤將稻種送上 八月水患過後 慈濟志工關懷不斷 每一戶依據人口數 領取大米和稻種 做好明年播種的準備 熱心的村民 帶著志工探訪村莊 慈濟送來的物資 都被放置在高處 是珍惜也是尊重 聽到緬甸農民 日存米鋪滿的故事 他們也想要響應 因為我們協定了 他們要米鋪滿 每天要吃飯的時候 要煮飯的時候 他們就拿一湯匙的米留起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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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妮哥菜 寮國民風 淳樸善良 樂於接受志工的提議 總是圍繞在志工身旁的孩子們 現在也學會了 如何做環保 清靜大地 叫他們就我們拿個袋子給他 就到處去撿垃圾 帶著他們撿 他們也很乖 很可愛 剛剛撿得好乾淨 你看像一片 整個廟裡面四周 都已經沒有垃圾了 他們當地新武 剛剛記錄我們整個 當地媒體紛紛報導了 慈濟在廟宇發放的消息 善的姻緣已經傳播開來 大安新聞 真正美志工 許莉珠 林秋玉 聊無報導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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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